很多粉丝都怀疑这种芒果干都是不好的芒果打成江做的啊 今天咱们一进到底 应该开水给它泡一会儿 然后等它泡出原形之后 咱们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原切的 好 先给这个放到一边 不离开咱们视线啊 然后这一包芒果干呢 我数了一下 差不多是有个 呃 二十片左右吧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一袋是足足有一斤成的啊 每一片都是这样又厚又大了啊 看一下是不是非常厚实啊 它这个每个都是采用东南亚的那个新鲜大芒果 最中间那块切出来了啊 是圆切的 嗯 非常有角度啊 非常紧实口感 然后差不多是九分甜一分酸 吃了我都喷痛过了啊 真的是满满的芒果味 就是你就有一种坑口吃那种新鲜大芒果的感觉啊 真的非常好吃 然后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泡了差不多就扫一分钟了啊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啊 是没有任何掉色的 这个芒果果是没有任何 额外的化学色又添加的啊 调度是纯天然颜色的 哦 比较烫啊 大家看一下 给它泡完之后 撕起来还这么费事啊 还是非常筋道 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 非常原生的这种纤维 芒果纤维 撕着非常费事啊 你要是那种打成浆作的话 泡一会儿 不像说硬开水 就是硬冷水泡一会儿 它可能就软烂了 但是这种圆切的话 就可以可以看到 它撕起来是 是非常费事的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种纤维脉络 非常清楚啊 所以 这个芒果干是真正的 东南亚新鲜芒果 现切的啊 都是现切的 品质的口感 大家都可以放心 喜欢吃芒果干的 可以放心住啊 好家伙 这玩意儿劲儿这么大吗 太夸张了吧 买了一包拌好 开袋即时的折尔根啊 咱们尝尝 这玩意儿到底啥味儿 我又不信 它还能咬人咋去啊 我看很多地方 把这个折尔根叫个鱼心草啊 它是有鱼心味吗 闻起来没有什么 很怪的味道啊 就是很清新的 那种草木的味道 先来一口舌岛水 输出口压精啊 好啊 开吃 就是跟一个小草根一样啊 天啊 没什么怪味儿啊 还是麻辣口的 尝一下 这个味道真的是触及灵魂了啊 我跟你讲 它就像啥吧 一把圣子就是铁刀啊 然后你刚刮完那个臭鱼鳞 然后你就铁这个 刮完鱼鳞的刀 可能会不会啊 巨星巨场头 冰糖的状怨吃法啊 呸 都得因为搞梦了 羊头的状怨吃法啊 去头 去尾 去边角 超级 好家伙 这是什么底板刀法 所以羊头真的是这么吃吗 我一个北方人说实话 真的是从来没吃过羊头 买回来了啊 终于吃到鱼门刻板烈羊头了 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完美的舞蹈性的形状啊 我先吃这个黄的 我感觉这个绿的是不是还没熟透 去掉头 然后再去掉这个尾巴 笼尿也去掉 然后我看说这个皮最好也扒掉啊 不然会色 尝一下啊 水分好足啊 它这个果肉 吃来个月是很绵软的 不是脆的啊 嗯 这个羊头不是那种非常甜的水果啊 它口感其实就有点微甜微酸 然后主打一个水分多 非常清香 这口感还是不错的啊 非常独特 要大家没吃过的话 真的可以尝一下 哦 牛油果 这么难吃的吗 所以这牛油果到底啥味啊 吃巨子买回来俩牛油果啊 真的是吃巨子 这两个牛油果啊 要15块钱 这玩意真的是贵 包开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有一说一 它这个颜值是真的很高 就给我第一感觉就是那种 哎 甜甜的 非常清晰 软软弄的感觉啊 闻起来会有一股青草的味道 真的就非常清新啊 珍珠口感怎么样 咱们尝一下 好腻啊 这一口差点没意思我 这牛油果真的是 就名副其实的油啊 而且它不是甜的啊 甚至它根本没有任何味道 就是很油很腻 真的就是胃那么嚼辣 哎我天了 我是一个对食物忍耐度非常高的人啊 我很少会吃一种食物会 哗哗的一种吐出来 但是这一口我真的是忍不住 忍不住的反胃 它太油太腻了